看看香港当前经济的一些发展 我们的侧重点会放在reason这个字上面 可以吗? 就是说近期的发展 如果你看看文字符记 你会看到它是用香港由1980年 然后到现在2000年发生的事都会有说到的 我们主要来说都是想看reason development 所以我们主要集中在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CEPA CEPA的英文全写就是closed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你看看这个textbook就会找到的了 当然我们最主要想看就是 究竟CEPA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签订的年份当然这些就不用记了 我们不会考历史 但是最重要是知道覆盖了什么范围 第一个你会看到如果看回中文的一个解释的时候 其实你会看到它会说就是货物的贸易 服务贸易和贸易便利法三个方面 那么只要看回这三个方面 第一个我们说在主要这里来说 我们说如果享受零关税 或者香港原产地货品 然后如果你那个发品是Origin from Hong Kong的话 我们说当你输入去大陆的时候 我们说是不用给关税的 那关税究竟英文是什么呢 T-A-R-I-F-F OK行不行 那么F-F相信大家都很懂的了 T-A-R-I-F-F 那么那个的读音是什么呢 当然就不是讲这个普通话了 是吧 那么我们想要英文的 对吧 那就重 Skywalker osing Tariff 1600 OK Tariff 那呃 不这样的话就找google translate 就帮你发音了 好了 那么我们让我们看再来 第二个就是说有一些叫做 更加优味的条款给你 OK行不行 虎从服务贸易 例如有什么 例子 例如你是做会计的律师的医生 甚至你是做香港电影的 那入内地发展就更加容易得到批准的牌照 或者其他一些的优惠 那我们说这个是一个 我们不是想出击光剑的 我想写字的 PREFERENC Perferential Treatment 那就是说有一些更加优惠的 TREATMENT给到你了 那对于特别是说服务的 行不行 好了那之后再来 我们呢 还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地方你要知道的呢 那例如说可能是个人游 常常听到自由行的 那现在都已经少了 但是都是因为PREFER而关于 那个情况是的 那还有内地企业在说的投资 我们说PREFER其实是由于更紧密 对不对 其实内地有 着数的时候我们也有着数 那所以内地的着数就是 譬如说可能 你内地的企业来香港更加 投资增加了 个人游 那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说香港呢 是一个叫跨境人民币的贸易结算交易 就是说我们叫offshore offshore offshore government b的center 可以吗 那这个也是一个 一个优惠来的 好了那我们CIPPA呢 大致上记得三方面 第一个就是零关税 和货品有关的 那这个就是Goods 那特别一定要是香港的Origin的才行 第二个就是Perferential treatment 给一些service sector的 OK 就是律师啊 医生啊 等等 第三个可能就和人民币的有关 这个 OK 行不行 那我们做下一个 刚才说了 我们说 中国大陆呢 就是我们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 就是我们输出很多东西给中国的 OK 行不行 那你会见到 在这个图上来说 是 嗯 逐年都有 大增的 那譬如你看回 呃 由1994年一直到2014年 基本上是 越来越多的了 增长 都越来越高的 OK 那当然你见到 那个增长其实是少了的 OK 少了啦 但是你见到 那个 量是越来越多的 好了 那第三 Source of Capital 刚才都说过 我们说 如果以中国来说 它现在是一个 发展中国家啦 亦都是一个发展非常快速的经济体系来的 那所以 你会见到 2021年这些数据呢 就是说 它对外的直接投资了 在香港来说呢 它占了61.6% 就是基本上呢 是过半数 它大部分很多的投资都在香港的 那 有些什么呢 举个例子 可能是说 譬如你最简单 你会知道 哦 华人 华人是一间内地的企业啦 那你会在香港来说 它会是有超市啦 还有可能是 你会经常 有时Pacific Coffee都是它的啦 那又或者 你收购了其他 一些的企业都有的 或者有没有听过 一间公司叫中信太库 都是在内地 一间很大的公司啦 那又或者其他 可能举个例子 那些工商银行啊 又或者可能是 建铁银行啊 都是 中国一间很大的银行 在世界上也是的 那你会看到这里呢 有关于护港通的 护港通其实呢 就是说 嗯 令到内地的投资啊 可以来香港直接投资一些股票 特别是可能是一些 一些基金等等啦 OK 那我们说呢 总结来说呢 有三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SIPA 第二个就是Trading Partners 第三个就是Source of Capital 这些字呢 麻烦各位记清楚啦 好了 那我们再一边说下去的时候呢 就要说完内地 和香港更紧密的经贸的关系之后呢 我们去到一个topic呢 都是十分之重要的 全球一体化 英文呢 Globalization 这个topic呢 在我们贸易来说呢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说些什么呢 那其实关于呢 就是全球化 全球化来说呢 我想你有一个概念 就是看这幅图呢 其实就告诉你了 你看到现在呢 有一本书呢 其实都很久的了 那本书的名字呢 叫做The World Is Flat 就是平的世界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现在呢 在世界来说呢 我们说 基本上就无分理我 那就是一个地球村啦 那当然 有什么好处啊 好处当然就是你其实很容易接收到外地的资讯啦 你运东西很简单 你可以在日本买件货回来 直接ship 香港 在韩国一样或者其他地方都可以 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 OK 你是一家香港的企业 香港企业面对有什么挑战呢 当然 旧时可能你 直接做的时候 只不过是 你有一个优势 就是因为香港是对外 中国对外一个窗口 但是现在不是全球化 中国大陆 未必需要经过香港 就可以拿到他所有的资源 但其实 日日当你们可能出去做事的时候 看到这幅图了 可能大家欠同一张contract的 可能你日日身边的 你去做事的时候 那个人根本上就 当然未必是你同学 但未必是香港人 甚至是内地人 又或者其他不同国籍的人 都可能会跟你欠一单生意也好 或者欠你一个职位也好 那我们就说 那个竞争是越来越激烈的 queen competition 好了 第二个point 第二个point 就是说 资讯 international flow of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资金和资讯的国际流动 我想 先讲了资讯 资讯会简单的 我们说有互联网 internet这个东西出现 有internet 很明显 其实就令到 整个世界基本上就联系在一起了 OK 我们说 资讯之间 根本上就越来越透明 那 美国发生的事 或者甚至 远至去到非洲 OK 其实互联网都可以告诉你 好了 第二个point 关于资金 你看一看这幅图 其实你会看到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比如BMW 百事 又或者 可可乐 麦当劳 Microsoft 你试试看 里面有多少个企业 那这个我告诉你 其实一些很大的企业 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都会有投资的 OK 那 这个都不足为奇 最简单说 比如这里你看到 迪士尼联 迪士尼联在香港有 第二天 其实 在上海都会 快要开幕了 所以我们说 其实去不同地方 都会有投资的 好了再来 我们去到 Globalization不能够不提的 一个point Global sourcing and outsourcing 我们说全球采购及外盘 那即是什么 Global sourcing很简单的 你想一想 其实就是说 我们说可以在全球不同地方 去买到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譬如你做生意的 可能可能 你输入那只 譬如我开咖啡的 我输入那只咖啡豆 哦原来是 埃塞俄比亚运过来的 甚至是 不同的 可能是意大利 或者其他地方 那我们说 这个是Global sourcing 全球采购 又来举另外一个例子 如果你说这部iPhone 可能你拆 有些人会买了iPhone 拆开去 看看里面究竟零件的来源地 基本上涉及世界不同的地方 OK 那我们说 这个是一个大趋势 第二个 我们说第二个大趋势是什么 外判 out sourcing out sourcing 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工序 其实就不再需要去本体那里做的了 那我们可以把它外判出去 举个例子 譬如说 可能你一些hotline center hotline center 即是说 你打电话 去找一个customer service 去问东西 可能其实总部 根本上就不在香港 可能他外判出去 去大陆 或者去其他不同的地方 这个已经去外判的例子 又或者 好像看回这幅图 他这幅图是说什么的呢 其实就是说美国的 美国将一些工序外判去大陆 或者甚至去印度 行不行 那其实他贪了些什么 当然就是说 做得外判 其实 大家都是说钱而已 OK 那 production cost 其实是会低了很多的 OK 那这个是他最想要达到的东西 行不行 那企业我相信 都是说钱而已 大家 那这个其中一个很key point的东西 那 令到你的production cost 其实会低了的 低 到这个point technological transfer 我们说这个point 其实讲的地方 就是说 资讯的一些转移 那我们说 在这个全球化之下 其实资讯的科技的发展是一十千里的 那可能以前 根本上没有人会想到 原来根本上有可能有出现到无人机 这件事 OK 那就是航拍啦 无人机啦 那这个已经越来越普及了 又或者可能再进深一些 其实有一些叫做纳米的技术 可能但是其实 有机会放个机械人 进去你的身体里面做body check 等等 这些其实 其实透过一些technological transfer 其实就可以 将它 当在研究 大学研究出来 或者在一些科研成功了之后呢 就可以生产推出市面了 正式 那变了来说 我们的生活其实质素都有改善 好了 那我们去到globalization 这一部分呢 那我们就会 先先停一停 那我们下去看看 那究竟我们全球化看完啦 那我们 我们又会 飞出香港 那我们又回到 那我们又回到